这个烘烤箱是三层六盘,用于烘烤各类面包、月饼、蛋糕、中西式点心以及鸡鸭鱼肉的,也可用于单造用途,无论食品工厂或是面包七顶店,使用本轰炉都可以取得良好效果。 操作如下 1.先接通轰炉电源,把控制面火和底火的温控笔旋钮调节到所需要设定的温度,然后分别把面火和底火的控制电源开关接通,2或i,2 此时温控笔表上的绿色指示灯亮,表示控炉开始工作。当面火或底火达到设定温度时, 指灯亮,绿色指示灯熄灭,控炉自动进入恒温状态。 3.控炉可根据所控烤的食品要求,任意调整面火和底火的温度或单独使用面火或底火,以使控烤的食品达到理想的效果。 4.使用完毕,把面火和底火的温控笔表全有规律,再把面火和底火的控制电源开关关开。 off or all 位置,使控炉停止工作,最后关闭控炉总电源,信任安全后方可离开。 请看这是这台烘烤鸡汤术。 。